哈喽,大家好,我是Shirley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马来西亚华人圈子里面 相当举重庆祝的一个节日 那就是九皇爷当 每年一到了农历九月的时候 通常这个时间 马来西亚都会连续不断的下雨 尤其是在九月初一之前 一定会连续三天都一直下雨 据说雨水是要洗条大地 以供迎九皇大帝的到来 这个是千百年的习俗了 这样差不多每一年都是重复又重复了 九皇爷当又称九皇大帝当 是东南亚华人社区 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等地 都广方庆祝的一个传教到节日了 它是纪念九皇大帝 被称为九皇新军或者九天新军 被认为是天上的九位神灵和新属 在这个节日里面通常都是在农历的九月初一 一直到九月初九举行 以祭拜这九位神灵祈求平安、健康和风调与顺 每一年的农历 每一年的农历九月初一到初九 将隔地的九皇爷、苗还有斗母宫都会连续九天 庆祝神灾 将这些庆祝的节目、仪式出动了很多的三姓和民众 他们都会举行圣大的仪式和游行活动 通常都会包括神教、五龙五四、古乐队 然后有些部分的神庙他们也会举行火行仪式 就是信徒彻脚走过火红的炭火 象征着对神灵的信仰和忧优 在节日期间 信徒通常都会严格戒时、昏星、指示赤树 以代表敬意和进化圣星 在一些地方他们都会搭建临时的栽戒棚 以供信徒聚集和镜像拜神 将九皇爷的起源众朔纷纭 因此出现很多的不同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九皇爷 也就是九皇大帝 他是掌管太阳系的九大行星的新神 是目前东南亚 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等 华人社区里面最流行的神明信仰之一 第二个版本就是九皇大帝是 清乾隆年间天帝会 创始人万云龙与他的儿子 结义兄弟等部中九人的合称 将相名立即公家 所以只好以九皇大帝的名义奉起了 另外一个版本也有说 九位天帝会反清复明的知识 率领群众在闽南启示抗清 但是却兵败被斩首于海斑 死了之后冤魂一直在作水 所以民众就要求奉起香火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出名的三个不同的版本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版本 九皇爷蛋是既农历华人新年后 在大马华人新中其中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日 像九皇爷蛋在马来西亚已经流传了超过千百年的历史了 像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程之中 这个九皇爷蛋它不仅只是宗教节日的日子 它也是在华人社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还有文化节日 带有浓厚的社区凝聚力 以及文化的推动力 好了,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